你问我答 睡睡平安 欢迎收听 姚宁刚时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你问我答 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2023年度就要结束了 很多朋友尤其是自己有生意的 那么他会提前在报税季节开始之前 要考虑到2023年报税的一些情况 如何在最后的阶段做一些调整 今天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 这位听众朋友是自己做生意的 他说我有个公司 好几年了 以前都没有盈利 今年有盈利了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我有盈利 公司就会要交税 那么我可不可以 把公司的盈利 给我自己发工资 这样的话避免公司交税 因为我自己发了工资的话 对我自己将来的退休福利 更有利一点 你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 也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去做的 但是在具体做的时候 税务局有一些小规则 可能会要受到一点影响 但是不是一定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对您的情况 尤其是刚刚开始有盈利者 这样的 就是说一个公司 如果你这个老板给自己公司也在做事的话 那么呢 你就可以给老板自己发工资 因为这位老板在公司里头的 应该怎么说呢 公司里头的地位有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你是因为股东 所以你是投资人 第二个呢 可能公司资金不够的时候呢 不经理又投资进去的 也有可能临时借款的 那么你又是债主 第三个 在初创阶段 一般老板自己会亲自干活 那那个又是个员工 就是三个身份呢 就是各有各的那个用途在公司里头 但是呢 他们在在这公司里造成的 就是说收益呢 是不同性质的 如果股东 那么他的收益就将来会有股息 公司有盈利的时候 会发放股息 这个我们在买卖股票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第二个呢 如果你要把钱借给公司 那么公司呢 应该是给你有利息收入 这也是一种收入的办法 第三个 那么自己亲自工作 就应该也得到一份合理的工资 那么你现在公司有盈利 那么以前没有盈利的时候 可能老板就白干了 现在有了 那就应该给发工资 这是一点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他就是要认证 就是说明了 你这个老板确实是为公司在干活 因为有的时候 老板则是投资干活事情 别人来做 自己没有具体去做任何事情 哪怕管理都没有去做过 这是一个投资 然后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不能给自己发工资的 如果要发了 他认为是dividend 那么dividend的话 大家知道会产生什么呢 就是在发这个dividend之前的收入 所谓是公司的收入 交调税 然后呢 剩余的钱 才有dividend给老板 那么老板拿了dividend 个人还要再报一次税 也就是所谓的双重交税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为了避免双重交税呢 就是公司有多余的盈利 通通给老板发工资 这个呢 税务局就看到这个不行 他会到时候来鉴定 他叫一个reasonable compensation 也就是说合理的工资 这个合理工资呢 是怎么来计算的 同样的职位 这个职位 如果老板亲自去做 应该发多少工资呢 就应该跟你去雇了一个外面的人 替你做同样工作的情况 你可以愿意给他付的工资 或者是市面上合理的一个工资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考量 比如说我在公司是做管理的 那么好了 这个管理相当于比如说是一个president 那我是从别的地方去请了专业的管理人员帮我来做 那我可能出他多少工资 那么这个呢 就相当于我也可以给我自己开多少工资 超出部分 那么呢 税务局认为是dividend 那么就是有上风受税的问题 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一点点 这个呢 应该说是 不是太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注意一下有这种情况 很多人出了问题的原因 不知道税务局有这个要求 所以才会碰到这些问题 好的 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 在这个地方简单讨论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礼拜这个时候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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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